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 学测智慧王三到五极致 他可以帮助同学呢 去准备学测的综合测验 以及文艺选拳的大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我们的学测智慧王 这本书呢他整理了 高频的三到五极致 那在我们的整个讲页编排当中啊 我们有提供单字的用法 就是有一些单字的固定用法 还有他搭配的课漏字 这样的重要的观念 所以你在背单字的时候 你不能只是把单字的中文意思背起来而已 因为那个不会是我们学测的 综合测验跟篇章结构的考点 你还需要去考 你还需要去把他的用法记起 他的惯用法 还有他的一些介细词的搭配 或他后面的文法是什么 我们需要把它背起来 那学测智慧王这本书呢 他就是有协助高三的同学 这些观念 那你在做综合测验 或者是在做文艺选拳的提醒的时候呢 就会有概念 就会有解题的概念 那你在写这些提醒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好那我这边来带大家看我们一些基本的重要的观念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综合测验 然后我们用一些题目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历届实题 就可以了解说 我们被单字的时候啊 有一些重要的观念 惯用法 介细词的搭配 他都会影响我们的解题 好首先我先看到我们的第十二页 在我们的第十二页那个单字叫allow allow这个单字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除了可以叫允许之外 还有它的句型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下面有写allow 加somebody someone 就是某一个人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边你在记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句型 allow加某人加吐原型 这样的用法就把它写出 就把它怎么样 就把它记下来 好那你再看一下例句 好这边这边例句又写说 whether schools should allow students to bring less smartphones to class 他说不管呢 学校是否怎么样 允许学生to bring 所以我们这边有用一个出题的方式 allow students to bring 好这边有个to bring的用法 你就知道说allow它的一个惯用的句型 就是要加一个吐原型 加一个授词 再加个吐原型的用法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 他说学校呢是否应该怎么样 允许学生来带他们的智慧型手机到班上 it's always a popular topic debate 他永远都是一个可以值得去辩论的一个 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allow这个字 我们这边先举allow这个字来做一个示范 你就可以发现说当你在记这单字的时候 就不是只叫做allow叫做允许 你是要被allow叫做允许 还可以叫做allow叫做允许加主词 所以允许加受词加吐原型的用法 ok 好那再我们去往下走 比如说我这边看到unique unique叫做独一无二的 独特的 那他的用法呢 后面习惯加吐 后面习惯加个吐 再加个名词的用法 所以我们看这边的例句 你可以翻到我们的 这边的level 3 的20页 那他就讲说 the issue of air population is not unique to any particular country 在这边讲污染这个议题 并不只是怎么样 就是并不只是独有的 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it's a worldwide problem 他是个全世界都有的问题 所以这边unique to 就是unique的一个专门的一个 搭配的用法 后面会打to这个介细词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level 4 的218页 curious这单字 一样我们后面会加curious 很好奇的 后面就会加about这个介细词 对什么很好奇 对不对 所以后面有搭配另一句就是 Brandy is curious about who sent him this love letter Brandy非常好奇 谁写这个情书给他的 所以curious about 我就可以记住这样的用法 好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用法的一个概念呢 你知道单字不是只是被单字而已 它是要特别被他的一些特殊的用法或搭配的时候 你在做文利剑学生题目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 好我这边来看一下我的109年的学测 109年的学测的综合测验 我看二十试题 来二十试题他说 我来看一下我们画框框的部分 在我的第二行最后面他说 This energy allow the water 你可以把allow 我发现把它圈起来的 它允许这个水怎么样 所以允许这个水呢 Into the air 我就看到这边 它允许这个水可以到空气里面 OK所以它这个能源呢 这个energy 允许水可以跳到空气当中 OK吗 他说which look just like sneaking 看起来就像打喷嚏的感觉 好那我这边看到文法咯 你看这边就帮你解决文法咯 所以allow后面可以加什么 to 圆形动词 OK吗 所以我们二十试题 当然请选什么 当然请选 B OK 好那我再继续看一下二十五题 二十五题呢 文一样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十五题 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段 第一行 他说however not all plants can sneeze 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打喷嚏 the ability is to lose with leaves 好的 我们这边看到 他说这个能力呢是怎么样 to lose with leaves 是专门对那些有叶子的 他才会 他才有猜中的能力 所以独特的 是独一无二的 独特的叫unique to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有没有一模一样 就是unique后面加to这样的用法 那如果看到二十五题的 curious后面加的是about 你就不会选 OK吗 因为他后面加的都是 curious后面加的都是about的用法 所以我们二十五题呢 我们看一下我的选项 然后看一下他的翻译跟他的用法 我们觉得c 他是最适合的 并不是他这个能力是专属于谁的 叫unique to的用法 可以吗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140事业 我们来看我们的高频单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单字叫require require这单字呢 叫做要求 一样require这单字叫做要求 一样他要求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一样他会接个to原型的用法 OK 所以看这边的地区讲说 everyone is required to submit papers by the annualized month 每个人都被要求去缴 交他们的这个报告 在月底之前 他这边就有明显标示出来 他的用法 被要求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的218页 一样是我们的218页 有个单字叫encourage 那encourage的用法呢 encourage的用法就会加 就会加一个受词 再加个to原型动词的用法 所以我看这边例句叫做 my parents often encourage me to try new things 我的爸爸妈妈总是鼓励我去尝试新的事物 尝试做新的事物 所以encourage 后面加受词加to原型动词用法 就在这边做补充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单字他有他的搭配的用法 习惯的用法 那不管是在我们的单字下面 或在我的例句 都会有把他的用法标示出来 让同学可以去看出来说 这边有怎么样的考点 OK吗 有怎么样的课漏字 或者是单字搭配的一个考点 好那面题我们来看一下 109年学测文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一样是综合测译 我们看我们第一行 框起来的地方 他说 The travel company wanted to people to take January vacations 这个旅行公司 旅游公司 想要去怎么样 游 想去怎么样 人们来去 在医院的时候旅行 So reach out to a psychologist 所以他们去找一个心理学家 他们想要人们去 医院的时候去旅行 那我这边看到我们的ABC株 这边基本上我们需要看单字之外 我们知道每个选项的单字的意思之外 还需要去看他的文法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 to 你可以把to看一下这个to 所以哪一个字后面可以加to 那基本上就可以发现说 这边从上校文来看 当然请你选足 鼓励他们去做什么事情 旅游业者想要鼓励人们 在医院的时候去旅行 所以他们寻求心理学家的帮忙 去做一些事情 来答案请你选租 所以encourage 这个用法后面是加 受词再加个图圆形的动词的用法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答案是选租了 OK吗 好 那面题我来看一下我们的157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极度高频质的 Level 4的一个单字叫 当动词叫 Transfer Transfer 当动词叫 Transfer 叫转移 或者是当动词 可以叫转学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字 它可以叫 Transfer From A to B 从A 转移到B 或者是转学 从哪里转学 Transfer From 从哪里转学 那我们来看这边 尤其是这边的From A to B的用法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叫做 The products wi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warehouse to the grocery store by truck 所以这个产品将会 用卡车 从仓库叫 Warehouse 从仓库到杂货店 Grocery store 所以一个From A to B的一个用法 会被从哪里到哪里转 OK 好那面题我来看一下 往下走 那Expose Expose这单字呢 一直以来 我们在背的时候 基本上 它都是用被动的用法 叫Be exposed to Be exposed to 那基本上 后面它都是要讲 to的一个用法 这个to 它是一个介细词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这边就是 你就知道说 Be exposed to 是它一个常见的用法 叫曝露语 你在背这单字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to 也要把它背起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159页呢 又有个单字叫做 Contribute Contribute这单字叫贡献 OK 那它也是有个 Contribute to 的一个用法 好 那我们在记这些单字的时候呢 都要特别记得 就是把它的 介细词后面的 不定词 要把它记起来 那我们再看例句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出来 它在每一个 单字的用法 它在例句的是什么用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 第12题的contribute 它说 第一题 Einstein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爱因斯坦呢 它对现代的科学的发展 贡献非常大 Contribute to 可以叫做贡献 或者是捐献 那再来 第二个 After the big earthquake 在大地争之后呢 Many people contributed money to the victims 很多人捐了钱 捐什么东西 捐钱给这个受害者 OK 那Contribute Contribution 变成名字 也是加2的用法 所以我看例句 它说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contribution to the project 我们真的很感谢 你对这个计划的贡献 好 如果我们有上面 这三个单字 一个认知跟观念的话 你知道这些单字 都是要加2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106年 学测的18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对 这个题目了 我们来看一下 红框内的文字 它说 This bacteria are found in the nose 这些 Bacteria 这些病毒 在鼻子里面被发现 And are easily to the eye 他们很容易 对怎么样眼睛 它说这边是 Are easily to the eye When you rub your nose then your eye 他们很容易怎么样呢 到这个眼睛 当你去摩擦你的鼻子的时候 然后再摩擦你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他们很容易怎么样 转移到眼睛上面 OK吗 他们容易转移到眼睛上面 OK所以这边 Easily Transfered to the eye 他们很容易就转移 这个细菌 这个病毒 很容易转移到 这个眼睛上面 所以一样 你看我这边 BC 猪 基本上都可以加 po的用法 那这边答案请 从上下来看 答案请你选 猪 OK吗 一个是导致 一个是贡献 一个是曝露于 一个是转移 所以病毒很容易被转移到哪里 我答案请你选 猪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 第33页高频 Level 3的 GAP 这个单字 那我们在讲 GAP 这单字的时候呢 它有翻的裂缝 或者是翻的 隔阂 或者是所谓的 代沟 那这个单字呢 后面 如果翻成裂缝的话 可以加 in 在什么当中有个裂缝 或者是隔阂 或差距 后面喜欢加 between 这个单字 所以你看 还有我们的例句 第一句 他说的 Structuralist building is not stable 这个建筑的结构 并不稳定 There are many gaps in the wall 在这个墙壁里面 有很多的裂缝 用In the wall 这个阶系词 就是你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就要去注意到 它的用法 跟第二句 When there is a generation gap Generation gap 叫做代沟 Between people 在人们之间有代沟 They usually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那就很难去了解彼此了 所以你在背到 Gap 这个单字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 它后面会加哪些 介细词 或一些固定的用法 好 没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106年学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106年的27题 它说 There is However The significant Between such beliefs And the actual effect of weather On people's performance at work 好 他说蓝额 这边有个很大很大很巨大的一个什么 Between 你这边看到一个Between 你就可以发现说 ABC柱里面 哪一个字 后面会习惯搭配Between这个阶系词 好 那答案请你选什么 答案请你选A 这个Believe 这个想法或信念 跟这个天气的效果之间的差距 他们之间有很重大的差距 从上下来看 答案请你选A 就是想法跟实际的影响 人们相信是这样 跟实际它的影响 有一个差距 OK 答案请你选A 好 再来 那没问题的话 你可以翻到我们的186页的 高频单字 那这边一个单字叫Attach Attach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单字 那你在背它的时候 一样记住 它的句型是 Attach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是把一个东西贴在一个东西上面 所以我给它例句 它说 Wilmar attach her photo to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mar他把他的照片贴在他的申请表的英文 叫Application form申请表 所以把什么东西贴在什么东西上面 它会加兔的用法 好的 那没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105年的学测 他这边讲 When a person takes a polygraph test 当一个人在做一个测谎的测试的时候 4 to 6 wires 有4到6条的电线 Code sensors 叫做感应器 R怎么样 to different parts of his body 会被贴到一个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边的ABC珠 基本上我们这边 你只要知道这边基本上4个都可以加上to的用法 那我们从上下我们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这边答案请你选 B 会被附上到各个的身体的部位 所以这边答案请你选 B Be attached to R attached to 这一个用法 OK吗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40页 Level 3的高频单字 那我们这边在我们的学测智慧网里面 会有所谓的同意字跟反意字的一个补充 那在我的文章里面 也会有一些同意字跟反意字的单字的一个搭配 所以比如说我们21题 这边有个mental 叫心理的 那我这边写说 它的相反是叫physical 身体的 或者是生理的 OK 那如果你知道这两个单字是相反字 你在考克漏字文艺选田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们会是一个相反字的概念 那我来看一下这一句 他说 我看一下例句 他说 Due to the increase of stress in modern society 在现在社会的压力的增加 因为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多了 People nowadays are concerned with mental health 那人们现在很担心 很关注 所谓的心理的健康 所以你这边可以学到说 mental还可以叫mental health 心理的健康英文怎么讲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句 他说mental disease 心理的疾病 Can sometimes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physical illness 心理的疾病可能有时候比 身体上的疾病更加的危险 你看这边的 同一句话中就出现了 两个相反的字 一个叫mental 心理的 一个叫physical 身体的 那在文的学测里面呢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一下文的104年的学测 很刚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 太极拳 他说太极拳 这叫太极拳 It's not only a physical But also a exercise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physical 它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什么 而且还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相反的一个单字的用法了 所以我这边就怎么样 我这边就选 B 它还是一个生理的一个 运动 不只是精神 也是什么 身体 所以我这题答案请你选 B Mental exercise 所以如果你在背单字的时候 有把相反字跟你背起来的时候 你在写学测的课头字 或者是在写学测的文艺选填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容易马上就辩论出来答案是什么 好 那我来看一下文艺选填 我来看一下学测的文艺选填 那一样 那我们也帮我把我们的课本翻到我们的157页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transfer 当动词叫transfer这个单字 一样是transfer from A to B的用法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历届试题 那在我们的109年 就出现了我们的transfer的用法 在我们的选项有个H 是transfer的用法 那这边呢 它是考它的名词的用法 我们看到它的框框里面的 红框框里面的例句 他说In fact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事实上呢 有一些研究人员相信 怎么样 Dimpo Dimpo这边叫酒窝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Takes only one gene 有些研究人员相信 酒窝要从父母亲传到小朋友 转移到小朋友身上 只需要一条基因 那我们这边的from to的一个用法 就是一个提示 它就是告诉你 这边你要用transfer 或者名词叫transfer的一个用法 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它考什么 它考你这个动词的搭配字 from to transfer from A to be的一个用法 这样看出来吗 所以如果你在背单字的时候 有背到这个用法的时候 这边就很好 就可以选到答案了 好 再来 那我来看一下我的49页高频单字 Level 3高频单字的用法 一个单字叫trace 那它的同意字 我这边把同意字写出来 叫做track 这两个用法其实很像 那trace叫追踪 或者是追溯 当名词叫踪跡或轨跡 那track的用法其实也是一样 track don 追踪的用法 那trace 可以看出来说它这边讲说猎人 他正在寻找狐狸的脚印的中击 traces of in the forest 看第二句 它说the history of this family 这个家族的历史 can be traced back to 你可以把这边的trace back to 可以认识一下 就是它叫追溯鱼 你可以讲trace back to的用法 to mean dynasty 到明朝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边的例句 很明显的告诉你这个用法是怎么用 好那我们再看track这个单字 它说the airline finally track don my missing luggage 这个航空公司终于追踪到 追溯到我这个不见的行李了 所以track don的一个用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107年的文艺选填 学测的107年的文艺选填 就在我的i选项就出现了 traces这样的用法 那你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段第一行 它说one of these stories the cookie's origin back to 我们这边看一个单字叫back to 13th and 14th century China 一直到13到14世纪的中国 所以它可以追溯到哪里 有个trace back to的一个用法 它就可以很好的跟刚刚的我们这个traces的用法 对应到就trace back to叫追溯于的用法 那这一题呢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可以选我的i 这样的一个题目了 这样的一个选项了 OK所以32题我们选i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第18页 可以放到我们第18页 我的level 3极度高频 有个单字叫replace 那在我的学测智慧网里面呢 会有一些重点补充的用法 像比如说replace 我就一定要学到它的用法叫replace a with b 你要把with这个介细词来背起来 所以用b来取代a OK 那我们直接看到这边的重点补充的例句 他说我看第二句 他说the thing was broken 这个电风扇坏掉了 so we replace it with a new one 我们买一台新的叫replace it with a new one 用新的电风扇来代替旧的 with a new one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with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这是要搭配用法 那像名词的replacement 后面会换后面会搭配一个字叫做for 替换什么东西 所以我看第一句 他说replacement for the old computer the replacement for the old computer is much faster and quieter 这个替代旧电脑的新机 新的电脑 他比较快 而且比较安静 我就可以知道replacement 后面会加for 这样的介细词 那你在做文艺选田 或者是你在做克洛字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这个介细词的用法 就是这个动词的搭配 好那面题我看到107年 107年就是出现了replace 这样一个单字 那我就要注意咯 他也没有考他相关的用法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四行 最后面 他说 within a few years 在最近这几年之内 中国的餐厅老板 in San Francisco had copied the recipe 他复制这样的食谱 and怎么样的thank you notes with fortune notes 好我这边看到一个单字叫倒数第三个介细 有个介细词叫with 所以我就可以说他们这些老板复制这样的食谱 然后用幸运的纸条来代替感谢的纸条 好这边的with就是一个线索告诉你 这边的动词要搭配with OK所以我们这边大家一起选1 用什么来取代什么 replace a with b的一个用法 所以这里答案没有问题 大家一起选1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我们的191页高评 Level 4的一个单字叫prompt 这个单字其实非常非常的长出现在学测里面 那prompt这单字呢有两个词性 一个叫动词 猝使你去做什么事情 猝使一个人去做一个事情叫promp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我们看例句哦 他说this incident prompt the government to come up with a new policy 这次事件呢 使得政府来去想出一个新的政策 所以promp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这边有一个prompt加受词加突原型的用法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另外一个词性形容词叫做迅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写了 technicians were prompt in fixing the problem 这个技术人员呢 他们可以很立刻很快速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会把相关的用法搭配跟一个搭配阶析词 把它在我的课本上面做个很详尽的补充 还有例句都会写出来 让你知道考点在哪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06年的学测 106年学测的1选项就出现了prompt 这个单字 那这边是当动词的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一句 他说 Some scholars theorize that onions may have been used for the dead 他说有些科学有些学者认为 洋葱可能会被以前可能是用在死者身上的 Because it was believed that a strong saint is the dead to breathe again 他说因为洋葱被认为他们的比较强烈的味道 可以怎么样这个死者死亡的人 to breathe again to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这边的to就是告诉我们 我这边有个动词 后面接受词接吐原型动词的用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是我的1选项 然后洋葱的味道会让这个死掉的人 促使这个死掉的人再一次复兴又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从上下文 从这个to文可以判断说 这个答案请你选1 OK吗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 同学从我们的历切试题 很多很多的题目 不管是文艺选题 还是我们的综合测验 都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单字 它的瓷心的搭配 跟它的特殊的用法 还有考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背单字的时候 不能只是背它的中文意思而已 你还要去背它的搭配的用法 还有它搭配的介细值是什么 这样你在考学测的时候 你才可以很快的去把答案看出来 OK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见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